家人们告诉你们啊 新房墙面基本上洗墙久裂 西腹上门修补的洗后 如果修复西腹跟你说 这些细小的裂缝 直接用乳胶漆盖住就可以了 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 他仔细想偷懒 只要听了你就踩坑了 乳胶漆修补只能做到 从表面看不出来 里面的裂缝依然在 早晚还会裂啊 我在猪海有整整洗帘的装修经验 正确的修复方法 是把裂缝出的墙皮扩开 然后刷白乳胶 吹干后用快黏粉 把这里的缝隙填满 凝固了之后 直接挂完 先来一层腻脊 等腻脊干了 再刷一层白乳胶 贴上牛皮脊 干了之后再磨两遍腻脊 打磨腻脊 再刷乳胶漆 掉顶开裂处理方法 把开裂的地方缠到洗膏板 先用黏粉打满 挂两遍网格部防止再次开裂 防垫网换好之后 补平收压平整就可以了 再用快干器快速烘干 烘干之后用砂机打磨 打磨之后 咱们就可以刷乳胶漆了 一定要涂刷均匀 只有把内部处理好 才能从根源解决开裂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